我们的后脑就是眼睛正对着的地方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有两个后眼 就是眼睛正对那个地方 那么这有两个后眼 有两个凹陷处 就是后脑勺上有两个凹陷处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应该时常的去按摩按摩它 如果它都鼓起来了 那就说明眼压有点太高了 就是经常按摩一下 这个按摩呢就是会很有效 但是按摩的同时呢 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一定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然后如果闭上眼睛按摩的话呢 会很快地使眼睛得以 就是眼睛里边的那个像干涩呀 像那个眼花呀 这些情况都会明显地得到改善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后眼的那种按摩法是很重要的 是这个后眼的那种按摩 中华硅宝大政学学 遵循自然 认识自然 认识自然 大型传统文化系列节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区里尹教授 中医养生电视完全手册 从头到脚 大道质检完全讲述 那么讲完了眼睛呢 我们就要讲讲就是这个耳朵 耳朵的问题 耳朵的问题呢 实际上耳朵总共走几条经脉呢 总共走的就是最明显的几条经脉 就是中医里认为肾开窍于耳 另外一种中医里边呢 《黄帝经》还有一种说法 叫肾开窍于耳音 那么这个一方面 还有一种就说的心也开窍于耳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心火和肾虚 都会导致耳朵的一些疾病 那么最关键的经脉是走 哪两条在走这个耳朵呢 一个是三胶经 三胶经是从耳后入耳中 出走耳前 就是耳朵后边 耳朵前面和耳朵里边 都是有三胶经在那里边走的 三胶我们原先曾经讲过 就人体这个腔子 如果经脉这整个这个腔子 就是什么叫三胶 三胶就是连坠五脏六腑的这个戏挂 这个网膜就叫三胶 所以三胶是一定要通畅的 如果你三胶里边哪出现了病症的话 那么首先它也会影响到耳朵的问题 耳朵也就是因为它是不通畅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三胶如果出现病症 那么就是耳聋浑浑浑浑浑浑 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 比如说缠鸣声 缠鸣声是须声 须是肾须的一个响 还有呢出现火车的呼隆呼隆的响声 然后这都是就是肾经不足 以及三胶不通的所导致的问题 还有一条经脉呢 也是走耳朵就是胆经 胆经也是它有一条支脉 也是从耳后入耳中走出耳前 然后最后再到脸的就是眼睛的外眼角 太阳穴这个地方 所以胆经也是这么走的 那么呢这个呢也会出现那个就是耳头的疾病 那么现在呢耳头的疾病呢是越来越多 就是甚至有一些小孩子 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会出现暴龙 就是突然的出现一只耳头浓掉 那么像这种孩子呢 你就会慢慢 你在生活中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一把他的脉 你也会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这种小孩子脾气特别特别的急躁 而且特别容易生气 记住啊就只要一生气 整个三胶都是不通的 所以呢他也会出现这种耳朵的病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工作压力太大 耳鸣和耳聋的病人越来越多 在现实生活中 尤其这个耳鸣对人体的那种 会让你就是痛不欲生那种感觉啊 因为他脑在想 一天二十小时都在轰鸣 这个对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所以呢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呢病还特别难治在哪呢 因为这里边关系到肾经的问题 而肾经又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就是你要想补肾经 要想补元气不是一两天的你已经耗了很久了 那么呢不是一天两天能补起来的问题 而且像耳病呢 就是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会导致耳病 就是乱服药 有些药物在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乱服了的话 也会造成耳朵的损伤 因为那个所有的药 大家记住啊 就这个药啊 之所以会有用 是不管中西医啊 不管中医西医 它都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都要掉元气 因为真正治病的不是药 药是干什么呢 药是要用来 通过吃药来恢复你的脏腑功能 可是呢 怎么才能恢复脏腑功能 一定要元气充足才能恢复脏腑功能 所以呢 实际上它都有一个掉元气的作用 那么你这样呢 只要一吃药 吃药不当的话 首先损的就是肝肾 因为肝肾是同源的 这样一旦损到肝肾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耳朵的创伤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而且呢 耳病一旦出现呢 它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内 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的话 那么它以后 未来的情形就会越来越难治 这就是目前中西医 对耳病的一个 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像这种问题呢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首先我们要很注意保护耳朵 就是首先你不能就是过度的焦虑 如果你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疲劳 然后过度的纵欲 这些都会造成耳朵的疾病 那么呢 这是一个就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还有生大气 生大气就会出现暴龙 就会突然出现闭塞不通 一下子就憋住了 这种这种人 其实现在暴龙症是很多的 受寒 突然的受寒 再加上受大气 生大气 一下子就会使得内气 一下子就突然的出现病变 然后出现了耳聋 像这种病人 一定要及时的救治 就能够使他这个宣通开 而且呢 归根到底一句话 你先把你心里的气节 心结给解掉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那个耳朵的问题上呢 我们在日常的保健当中 应该怎么去做呢 那么这就是有 也是方法 也是什么呢 就是也是所谓的心肾香蕉法 心肾香蕉法呢 第一个动作呢 是这样叫做明天骨 明天骨 天骨就是我们这后脑壳 就叫做天骨 那么明天骨是怎么鸣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还是用我们手中的劳工 所以人体这个劳工 也是最操劳的一个穴位啊 所以就是 日本话里甚至就说 为什么它叫劳工啊 就是因为它 要为我们人类服务很多 它很劳碌啊 它是一个火穴 像你肚子疼了 你马上就知道 用手去捂肚子 这都是自救功能 那么在心肾香蕉法 明天骨里边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把这个用这个劳工啊 使劲的贴在这个耳朵上 这个不是心包经的穴吗 这叫心 耳头呢 里边有一个穴位 耳朵孔里边有一个穴位 就叫做什么呢 叫耳闻穴 耳闻穴 这是一个脐穴啊 就是不是在那个书上标明出来的一个穴位啊 这是道教医学里经常强调的一个穴位 就叫做耳闻穴 那么这个穴位呢 就说你用这个手 这样呢 就用劳工贴住这个耳朵 贴住耳朵以后呢 用两个手指 用两个食指 弹拨你的后脑壳 弹拨那个后脑 使劲压住啊 使劲压住耳闻穴 然后弹拨后脑壳 然后在压紧了以后 然后突然放松 这样对耳朵那个是有一个修复的作用的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这叫明天骨 然后呢 第二个还有一个动作呢 叫做按摩耳闻穴 就是这个耳朵里边这个穴位 怎么按摩呢 其实它还是采取的心肾香蕉法 等我们讲到手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清楚 我们手臂 中指 这个中指啊 中指是心包筋的穴位 中指的指尖是心包筋的 就是它走的这个顶点的一个颈穴啊 这个地方 然后这么拉过来 中间这才是劳宫穴 那么这个中指呢 就大家把这个中指 这是属于心 耳朵里属于肾 所以它还属于心肾香蕉法 就这样一塞进去以后 塞进去以后 你轻轻的在里边 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不要使劲的处它 然后呢 要轻轻的 就是蠕动 轻轻的蠕动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轻微的按摩的方法 然后按摩耳闻穴 按摩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如果这里边手指的 指尖发生 就是发觉有那个黏着感 这就是湿气太盛的一种感觉 然后你插到里边以后 然后呢 猛烈的 就是按摩完了以后 猛烈的拔出就可以了 这也是 就是 一切啊 一定要记住 做任何动作 都要以不受伤为主 就是你轻轻的 然后支架一定要 搅得很 很干净 那个样子 然后用指尖 用指尖 轻轻的 按摩里边的耳闻穴 这也是一种心肾相交的方法 然后呢 这也可以对那个耳 耳朵也有好处 那么我们 先前还讲过一个 手心搓脚心 也算心肾相交法 那么大家说 这个对耳朵 有没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气肌 如果全憋在上面的话 那么也会造成耳聋和耳鸣 那么你如果搓脚心的话 手心搓脚心的话 这样就把气往下引 把那个人体的气 是往下引的 引下去以后呢 这样的气就不拥在上面了 这样的人体的心肾相交以后 气肌就顺畅了以后 然后也能够解决 我们耳朵的一些问题 所以从现在就是记住啊 有三种心肾相交法 一个叫明天鼓 一个叫按摩耳闻穴 一个手心搓脚心 这样对我们的耳朵 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好 现在我们讲一讲鼻子 这个鼻子啊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鼻祖 就是为什么叫鼻祖呢 就是说那个 在盗孝医学里 有一句 有一个看法 他认为人呢 在母腹里 最先生出的器官 就是鼻子 由鼻子 然后生肺气 就是生了 就是鼻子这个 生出来以后呢 它会那个产生肺气 然后这就是 经脉也是从肺 那个太阴肺开始的 这么一个运行的过程 所以鼻子呢 是在我们人脸上呢 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项 就是从看项上来说呢 那么一般的来讲 就是看一凸起 一凹进 凸起就是看鼻子 凹进呢 就是看人中 所以鼻子和人中呢 最后我们要连起来讲 那么鼻子的鼻子呢 最上面是一个字 自己的字 中国古代最早的 关于鼻子的写法 就是自己的字 比如说我们说到 我自己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呢 我呀 我呀 都是点的是鼻子 所以呢 这个字呢 底下那个 鼻子的底下那个字呢 是它的读音而已 那么这个是那个鼻子啊 那么 小肠筋是底鼻的 就是小肠筋底鼻 最主要的呢 那个大肠筋呢 是大肠筋是走鼻下的 小肠筋是到达鼻子的 然后胃筋呢 是正好走鼻子的外形 所以呢 从鼻子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有两个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鼻子的外形 是由胃筋所主 像鼻子红啊 鼻子上长疙瘩啊 这些都是胃火的问题 就是胃寒造成了 胃火攻上来 然后呢 就会长得就是红鼻子头 然后呢 或者是鼻子上长好多疙瘩 这个呢 是胃气的问题 然后鼻孔呢 是由肺气所主 所以呢 鼻孔 比如说 你这个鼻孔里边出的气 如果是凉啊 热啊什么 这都跟肺气有关 那么鼻子呢 在相书里呢 它还有一个词汇 广和叫凉酷 所谓凉酷就是什么呢 假如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人 就看那种大鼻子的人呢 他就认为他比较发财 那么为什么是凉酷呢 其实呢 这个也是 那么既然它是由胃经所主呢 那么就是 大家都知道 人有没有魄力 是跟肺气相关的 魄这个字 魄本身就是肺的神明嘛 那么你要有魄力的话 你肺气足 你就有魄力 然后呢 脾胃要好 后天要足的话 你吃了就多 所以呢 你如果